阔别职业赛场两年之后,中国女排的奥运冠军张长宁上演了回归首秀,重返职业联赛赛场代表江苏女排出战排超联赛。 对于中国女排,对于张长宁来说,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。 张长宁作为昔日的世界冠军,奥运冠军主公,她的能力和经验是毋庸置疑的张长宁的身体素质和天赋条件,确实是很多年轻主公无法企及的高度。 伴随着张长宁的回归,确实会给中国女排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。 但是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,张长宁远离赛场,一直都没有系统的训练和比赛,再加上张长宁长期远离赛场后,个人的比赛信心以及比赛的感觉都需要逐渐建立起来。 这一点非常关键,距离着巴黎奥运会还有大半年的时间,张长宁需要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身体和状态调整到最佳,才能够在奥运会上获得一席之地。 才能够更大限度帮助中国女排回归巅峰。 对于蔡斌来说,一直都给张长宁保留着中国女排的球衣号码。 这也能够看出蔡斌对于张长宁回归的一份期待。 事实证明,蔡斌等到了张长宁回归的这一刻。 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等待张长宁把自己状态逐步拉升到巅峰的过程。 朱婷已经在一甲赛场上回归巅峰。 如果张长宁也能够回归巅峰的话,中国女排就有机会在巴黎奥运会上亡者归来。 冲击金牌的希望就无限增加了。 但是想要帮助张长宁状态复苏和自信心建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 毕竟张长宁九输战阵,这也需要足够多的时间去调整。 但是留给张长宁的时间并不充裕。 所以说,大家都期盼着张长宁能够有奇迹发生。 就在近日,我们看到张长宁回归赛场之后,国际牌联为中国女排和张长宁送上了一份意外惊喜。 国际牌联官方发文宣布,中国的张长宁回来了。 伴随着国际牌联这一次高度关注并且报道了张长宁回归之后, 也意味着会给张长宁内心带来一次强大的助力,将会全面地提升张长宁的自信心。 从而帮助张长宁在接下来带着更强大的底气和自信迎接每一场比赛。 这也有利于张长宁快速找回状态。 因为张长宁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这一次回归后受到了世界排弹的瞩目, 甚至会对于中国女排重返巅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